Hello 大家好 繼續給銀之嫌 今次就是升等 升等的地點我會在這個 冠軍之路艾莉絲前面升 因為都比較快 打龍系的雙虎戰龍 升等都會想講講一些話題 今次想講的話題就是一個 借錢的問題 為什麼會講這個借錢的主題呢 因為早兩天我在討論區看到一個 文章 就是關於一個債主借了錢給朋友 其他件事 簡單講講那件事是什麼 就是債主借了錢給朋友 因為他很熟就借給他 然後朋友又借給債主不認識的朋友 其實這些問題是非常複雜的 我們不詳細講了 如果你有看到的話 你應該知道 知道我想 知道那件事 跟我接拍來講也未必有關 那比較複雜 然後就 債主就是一個沒有情況之下 就把東西扔上去 因為找不到渠道 問那個人還錢 可能不拖 就是問朋友 朋友又說 沒有那個人還未給 然後拖拖拖拖拖拖 拖了幾個月 甚至一年 有沒有一年我不知道 對 總之我看到肯定有半年了 好像幾千多二千元 對 千多二千元 搞到 真的 怎麼說 真的說錢是雙感情 這件事一定 香港來說就一定會 好 先說一下我對這個借錢的看法 其實我覺得 借錢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就不會問人借 我自己小學 我不知道有沒有問人借 或者是 問人借 或者被人借 我都不記得 中學就有試過 等一下再說 就不會問人借 我現在 就是我現在 就不會問人借錢 因為我覺得 借錢其實都 一來雙感情 二來 是把自己的負擔 把自己的負擔 把自己的負擔 把自己的負擔再 放在其他人身上 放在債主身上 我覺得不是那麼好 因為本身 在香港生活來說 其實都很辛苦 但是 還要再把負擔放在別人身上 我覺得 不是那麼好 我就不會問人借 對 不會問人借 因為 實相感情 借錢 其實老實說 借錢實相感情 對 譬如人家借了錢給我 那我又何時還 我覺得好像很尷尬 可能每次見面 就會說 喂 何時還錢 搞得好像 追債 當然就是因為 就是要追債 所以 感情的實差 所以 為什麼說 說錢相感情 就是這個原因 對 就是這個原因 講一下中學的時候 其實有個人 本身中學其實我都不是怎麼說話 是一些傻子型 自閉型的學生 中學的時候 沒有什麼 上學 上學有些冬季衫 冬季衫 冬季衫就是打條胎 很白癡 冬季衫就是打條胎 打條胎 上學 同班有個同學 他就說 想借那條胎 下去 借那條胎 下去 小賣布 買東西吃 買東西吃 因為如果沒有胎 下去樓下 下去下面操場 就會被人摘名 摘名 可能寄給 然後就會有缺點 因為 今次我就借了給他 借了給他 借了給他 下去買東西吃 我沒有胎 我就留在課室 留在課室 就沒有工作 因為本來我也不太 怎麼下街逛 在課室睡覺 好過 對不對 後來放了賀 他什麼事都沒有 對了 我最討厭就是這些 他什麼事都不說 又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走了 嘩 這些真是極度黑人真 我告訴你 這些借錢呢 尤其是這些 借完錢 然後就 不看 什麼都不看 他不知道 這些最黑人真 我告訴大家 可以 你借完錢 之後 又不跟別人說 善子拿走 對了 到最後都沒有玩過給我 我記一輩子 這些肯定 因為本身來說 我其實也挺記仇 我是記一輩子 可以 誰富過我 我一定會記得 其實 可能你會覺得 欸 很小事而已 其實不是 因為當時來說 我是剩下一條泰 剩下一條泰 然後借給我 當然 跟借錢一樣的心態 我借了那一百元給你 那一百元我用來吃飯 那我就沒得吃 就是這個意思 那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還 那一百元 那一百元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還 然後你就等他那一百元 等吧 摩膚石地看 一邊看等他 說他什麼時候還錢 可能 送我吃 然後又不認那些 這些跟我常識的 中學時期的借胎事件一樣 這個人我記了他一輩子 然後後來當然沒有還 然後被人踢出賣 那個人 所以我覺得 借錢這件事 如果不是真的很熟 我真的不會借 尤其是這些 這個香港的社會 錢吶這些 是非常重要 錢來說是很重要的 有錢吶瓜葛這些 就一定很 欸 就是跟錢吶有關的 一定是很嚴重的 我覺得 香港來講 其實都很 重要的錢 有錢是真的萬能 如果沒有錢 就真的很頭癢 你還要萬人借 我就覺得 不是那麼好 對啦 我就覺得不是那麼好 當然事實上 如果熟到 很熟的朋友問你借 江湖救救 我就會考慮一下 當然要看看他的性質 就是借錢 他會怎樣用 那你問人借 你也要知道 那個人有什麼用 是不是 就是 譬如你可能不問你借錢 可能借錢買電腦 你會不會借給他 神經病 你自己打工 打工 打多幾個 幾個水 然後幾天 可能已經找到 可能還要問我借 可能還要幾天 你忍住他 可能你還 真的還好 就 一定要問他 借錢怎樣用 不然我真的不會借 對 不熟的那些 就肯定不會借 老實說 不熟的那些 就肯定不會借 不過很幸運 我自己的朋友都 真的沒有怎麼問我借錢 因為我比他們還窮 我比他們還窮 他們問我借 我都未必有 對 未必有借給他們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都不錯 沒有人問我借錢是不錯的 不過我就看到 想說一下這件 借錢的事 都見過很多借錢的問題 借完不還 這些就一定有 其實借錢真的是一個騙局 你不知道有沒有收回 不知道有沒有收回 可能借完給他 他就說 放學給你 或者是 月尾給你 然後到了月尾之後 又會 發訊息 甚至乎不發訊息 問你 即是發訊息給你 就說 沒得玩 或者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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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後 這些一定有的 對 所以其實本身借錢這個問題 你是要看熟不熟 或者信不信得過那個朋友 對 要視乎你自己怎樣看 這件事 別人沒得去怎樣說 我只可以告訴你 借錢這件事 其實都很高深的一個 學問 一個騙局 來的 你信得過那個人 而那個人你又認識了十幾二十年 三十幾年 可能你就 知道了 摸清他的遺人 他的家境 再看他的身份證 看他的那些 百達通 那些 哪些信用卡 哪些信用卡 你就先 借給他 詳細摸清楚他的底細 知道了他的家境問題 再問 再借給他 對 否則真的 對 借給他 兇多吉少 我跟你說 就像我那個中學事件一樣 借完這輪子 然後這輪子 不逆而飛 飛去哪裡 飛去那個人 對 一句協議都沒有 真的一句協議都沒有 這些真的是 唉 不過有了一輪子 幾十元 我把錢給他 對 給他 對 所以其實借錢這件事 都幾 傷這個朋友之下的感情 亦都可以看清一個朋友的 一個 真面目 對 用錢來 看清一個朋友的真面目 其實都幾 呃 真的都算幾好 因為可以看清楚那個人 那個為人 看清楚他什麼時候還錢 就知道他是一個點的人 老實說 好了 這次借錢的主題先到這裡 暫時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事要說 就是想說借錢都 呃 就是你信得過他的 就借給他 如果信不過的就不要借 如果陌生的就更加不要借 見過面 可能一個月兩個月的更加不要借 沒有回五年以上 你都不要借給他 我建議 這個是 充心的建議 沒有回五年以上的交情 你都不要想著借給他 非常之危險 你這筆錢很容易會不翼而飛 好 那這次主題就是借錢 這次主題先到這裡 下次繼續 拜拜